哈喽大家好 经常都有人说 阿尔法很气儿 这个可能就是因为阿尔法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 今天呢 我对阿尔法和β做一件比较气儿的事情 就是 我把这个鸡肉 我会说给它们吃 但是说完呢 我又不松手 看下阿尔法和β 会是什么的反应 这是鸡肉对不对 来啊 吃 你咬我手了 不行啊 咬我手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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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咬我手了 哎 好痛啊 哎呀 好痛啊 啊 痛死了 啊 好痛啊 这是β的 不是你的 β是你的 啊 好痛 好痛 吃呀 好了 现在是阿尔法来了 别打 先盖阿尔法了 来阿尔法 闻一下啊 这是鸡肉对不对 鸡肉 可以吃吧 哎你磕我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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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嘴巴小的优势吗 阿尔法 好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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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把我手 啊 我手痛 手痛 我手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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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这个 在β面前碰瓷还是可以的 能碰到瓷 但是β呢 就是你碰它两次以后 β就不让你碰了 不像α 小碰瓷吧 太晚了 好